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在我们伟大祖国宁兴之际 我不仅想起了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想起的庄严宣告 同胞们,真华,年兵真火鬼 真华,年兵真火,今天成立了 25年后,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1974年10月1日的国庆招待会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25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人秀毛泽东主席 向全世界壮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25年来,全国各种人民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上面,我请小平同志讲话 大家大声欢迎 同志们好 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 参加这个活动 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全国人民也感到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 基隆风又不赛华 不铺掌浪腿 我觉得以后这个活动都要这么高 我还要感谢全党同志 结束了我退休的神情 香港我要退出一个新的黑心 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黑心的当中央 大家请江泽民同志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能够来到世界知名的美国威势探计判 你参加什么活动 我是感到非常高兴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全国正义,无尽总队 向全国国座人民表示人类的作物 向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中英的改叶 每当我来到高等学校 所以我们这个美国留学人在一起 我就想讲子与阳闻 I want to sing some English I speak very poor English but I dare to sing This is very important 这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年纪人家不惯提高自己的这个英语 以及这个世界交流的生活 那么最后 我希望你们虽然在美国都是 但是还要始终尖子 三个代表的重要自己 我希望再来 为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猎 我最后还要感谢同志们 对我执政十三年来的支持 我的政治务员将交给同志老同志们 刚才江泽民同志给我们做了热情洋溢 语中心长的讲话 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们全党同志啊 一定要牢记江总书记的教导 一心一模发展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为社会主义事业建兵不朽的工程 刚才啊 我还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谈 我们中美两国在很多方面也打成了协议 我同时派出了文教老总 到英国建设大家进行演讲 那么大家掌声欢迎 真正的校长 老师 同学 惊叹 那边下了大雪 天气严寒 但我的心 是热的 每当 看到年轻人 我就 仿佛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希望 我今天演讲的题 由发展的眼光 看中文 我身在这个组合 不老 而有年轻人 杀手袋的吧你 这种卑鄙的记忆 阻挡不了中英两个人民的友谊 人类的进步 世界的和谐 是历史的潮流 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最后 将往主持 祝愿此日晚会 圆满成功 谢谢